拉茲在一擊的時候 對平靠強化普攻 波動拳瞄準圖倫 沒打到 把飛淚撞回去 改變目標改變目標 現在要打的是飛淚 圖倫也重新回來打團 再一個波動拳 丟了丟了 不打了趕快跑 女超人也在 但是她沒有技能 這個血量 甚至再次一下打殺 瞬移 可以了 她也不敢追了 給一拳圖倫 再來一炮 齊爾再飛上去 最後一拳 嗯 一拳 用瞬移跟上圖倫的瞬移 都沒瞬移啦 拉茲普攻地上下可以往前突 就是強化普攻 一突 增加了波動拳的距離 大招接瞬移 撞塔 聖龍拳 撞一下 撫移拳 調個位置 聖龍不中 回頭大招 尾段有撞到 再一拳給緊 走上去 等第二拳 好像 可以殺嗎 不行 戰尼爾先飛過來 貼貼麥克斯也跟著來到 4打1 等她翻過去 把她撞回塔下 往後走 5個聖龍 5個波動 吃個補包 不要被電死 力量沒有四級 跑不動 緩速她 聖龍爆裂拳 再撞到夜叉面對面 打她一拳 後撤等技能 夜叉覺得她可以跑 但是 我有瞬移補一拳 下一個下一個 跑不動拳空了 用來增加聖龍拳的命中率 雙殺 然後還能 不死 對著法恩輸出 牽著一下法恩輸出 齊爾只有一半的血 一套 三撲一R 飛了 還是要中 往後退一下 滿血力量要進場 回頭勝龍拳 撞回塔下 最後再補一發 波動拳 這一波阿達 是時候拿點擊殺了 挑飛悟空 大招兩個一起撞 再推一下力量 波動拳順利走 雙 助攻 看著薩迦飛 可以用大招斷她 順便推到後面 把後面那兩個人也控住 這波 開得好 終究還是活成了 輔助的樣子 拉茲有瞬移跟沒瞬移是兩個英雄 有瞬移隨便打一套 秒殺的距離太遠了 也反應不過來的 還有一招 普攻 薩尼亞是不菲 誰贏還真的是 來打主卡 用波動拳小位移一段 普攻把判印的大招撞斷 然後輪到瓶大招 到了中後期 只要對面的殘血不是蠻血 都可以試一下秒 非常的好秒 除非秒不掉 拉茲真的太需要瞬移了 可以追 4打3 齊爾還在等復活 馬洛斯在中路守高地 直接打正面再把援打阿萊 一個強化普攻退掉 波動輸出不高 給一拳 打個大 凡人走得太果斷了 完全追不上 血量不是滿的 拿野怪來吸一下血 吃完這個可以去中路 繼續打小兵移屎 打莫拉 拉茲控仁只要控到一下 接下來就不可能動得了 除非傷害不夠 下架已經在飛天了 這個收過去剛剛好 擊殺 打不一定要擊殺 給個助攻就行 小心左邊 左邊會有人 波動拳滑過去 悟空空大拉